國中會考落幕 但是現在卻傳出 20號會考進行數學考試時 台中大理區喬太高中的考場 出現提早打鐘的狀況 讓考生的心情大受影響 我會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後面還有時間 就是感覺不太開心吧 因為時間被壓縮了 希望學校可以重新考試 因為對學生來講不公平 因為他時間太短了 國中會考第一天的數學科 考試的中享時間 原本應該是在11點50分 沒想到卻在11點半就敲鐘 整整提早了20分鐘 部分學生一聽到中生想起 立刻停笔不敢繼續作答 監考老師也沒有發現異狀 應變不足 直到發現中生有誤 才立即廣播請學生繼續作答 其實要馬上就是隨即應變 而不是整個結束完之後再處理 其實這樣反而會變成比較麻煩 因為那時候我們討論 影響時間不到一分鐘 所以我們也沒有宣布 延長作答時間 事後有考生反應 作答情緒受到影響 思緒大亂 還有考生在中生想起時 趕緊將未完成的部分拆完 後來得知中生錯誤 還要花時間全部擦掉重新作答 甚至還有學生是哭著走出考場 會考鬧出大無龍 後續怎麼處理 彌補方案還沒有出爐 但是考生當下的情緒衝擊 恐怕很難平復 歡迎新聞紅石城 邱子凌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